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今天小鱼儿教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用我们的米尖利来以图绘图 很多新手朋友们可能还不会这样一个功能 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以图绘图 那么这个视频的话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你绘图会相当的简单 首先小鱼儿在这边是用电脑给大家展示的 在电脑上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安装一个Discord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尖利 它是在这个Discord里面的一个机器人 一个人工智能 我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页面 就是绘图的这样一个页面 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加号 我们双击 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之后我们一定要点一下这个Enter键 看一下这个消息才发出去 第二步我们是要放大这个图片 我们就想要生成这样一张类似的图片 我们点左键把它放大 然后再点右键可以直接在这里复制链接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 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一个在游览器中打开 点这个也可以在最顶上这里 有一排图片的一个链接 我们复制一下再打开Discord 在这里点一个斜杠点Image 把我们的一个链接地址把它粘贴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要直接这样就把它发送出去了 这是不对的格式也是不正确的 那么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一排 这一串串数字把它删除 我们要到png这里结尾 这才是对的 把这后面的给它删除 点一下空格 再加入你的一些关键词 一定要打一个空格把关键词加进来 然后再空格 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 加上一个比例 -ar 再一个空格 16-9 这下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发送了 这边深图的话需要一会儿时间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上面以图深图的两组照片 这个是它的原图 那么我汇出来的图片 以图深图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小女孩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妈妈有一些变化了 但是都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一个公主 骑着白马 我也是同样以图深图 汇出了一副这样的 马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公主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看一下 衣服这个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后来我随便点了一下 同样用以图深图的方法 但是它生成出来的图片之后 就发现人物发生了变化 有的人物发生了变化 本身原图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就发现了 如果说我们要想要里面的人物不变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关键词里面 就要加上人物不变 你需要哪里变动 那你就写一下 看一下生成出来的都是类似的图片 以图深图这个方法真的挺好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当你做漫画视频的时候 需要一系列的图片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以图深图的这个方法 这组图片是非常像的 我觉得这组图片是非常漂亮的 小女孩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把你的头像放上去 让想生成出来一些头像的话 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照片上传上去试一下 这里马上就要出来了 看一下米金里它每一次汇出来的人物都是有变化的 从来不会重复真的 你看一下 这跟我上面生成出来的又不一样了 看一下 这是长大后的小女孩吗 还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说你觉得这组图片不太满意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刷新一下 它会重新再给你生成一组 当你不满意这组图片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点击再次生成 如果说你觉得这一组图片还非常不错的话 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U1 直接把这几张图片放大 这个U1U2U3U4就是放大图片的意思 在这里放大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在右键点一下 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非常的漂亮 在这里提醒一下 为什么我上面生成出来的人物有一些变化 如果说你要想让他的人物不要发生变化 可以对比一下变成了两个小人了 这里要设置一个图片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就在这加个杠杠AR 再加个比如说16比9 3比4 1比1 如果还要加权重 再加个杠杠 再加个IW 再加上权重值 就OK了 在这里呢 如果说这张图片你觉得还可以 这是我刚才把放大的几张图片 如果说你还要进行图片进行调整的话 那你还可以点击这里的一个 这下面的一排功能 可以对图片进行放大缩小 还可以对图片进行一个变化 对它进行一个改变 这些功能的话我们下期视频再给大家分享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如何以图生图 有的朋友在这里提醒一点 可能有的朋友说 为什么我连接的这个地址 我复制的这个地址不行呢 如果说你直接这样复制这个地址 这里复制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 我试一下 大家能看到这样一个图片的地址 它是没有一个PNG结尾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图片给它放大了 再来点这个复制链接就OK了 这是小鱼在用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希望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能做出你们想要的图片 今天这个以图生图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你接你的一个链接 我也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描述栏找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